大學兼任老師今年一月 在教育部門口抗議 因為過了暑假 他們可能都沒有了工作 如今 擔心的事情真的發生了 大大方文系兼任老師 宋雅克批評 大大在今年八月十號以前 只要沒有本職的教師 將不續聘 使得課程要分給專任老師 正負教授時數增加 既以歸必納保成本 讓學生老師全益受損 學校不想負擔 這樣子的人事成本 所以他們才會 這麼剛好的 就在這個時間點 將所有畏懼本職的兼任教師 做了一個解聘跟不續聘 過往大學兼任老師不受保障 經過協調 在去年終於要納入勞基法 不過卻是有條件的 有本職的教師 有本業的公司負擔 每本職才需要有學校納保 預計八月號實施 增加了校方成本 不少大學乾脆不續聘 而淡大開出了第一槍 應該是要去修改 他現在這個錯誤的切割政策 應該要讓兼任教師 跟其他各行各業的勞工一樣 一體適用勞基法 唯有所有的兼任教師 都一體適用勞基法的情況 才不會再產生 像今天大人家大學發生的這個狀況 都是由細所 他根據那個專業 然後業施 然後來評論 所以經過三級三審 然後到學校 學校沒有統一的指示說 我們要去砍掉所有的人 這樣 校方解釋是細所自主決定 只是時間點跳得剛剛好 難免引發聯想 而這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今年暑假 恐怕會造成萬名教師的事業潮 記者潘六 李榮鏡 台北報導